小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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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给小葱做了顿营养餐 你看她闻到味道了 闻到味道了就让你吃吧 来 吃吧 你放点 小葱吃的怪津津有味的 小葱这几天都没怎么好好吃 因为生产前几天她都不好好吃 刚生产过后 这是也算是给她做的 做的月子餐吧 这里面都有啥呢 狗粮 鸡蛋 羊奶粉 和鸡肉泥 这四种 哦 对 我刚还加了点葡萄糖 葡萄糖是给她补充体力的 因为刚生完小狗嘛 体力肯定有极大的消耗 所以说给她做一些有营养的食物 给她补充补充 去吃吧小葱吃吧 小葱的食欲一般呐 但是看这吃的还不错 看来还是比较喜欢吃的 吃吧小葱你别老看我啊 有的食欲好多狗一分钟之内都吃完了 小葱这一般般的想吃一吃走一走 吃一吃走一走 去吃去吃去吃 别吻我 去吃 不吃了 吃的差不多了 哎哎 压到小狗了 哎呀 压到小狗了 一会儿她又吃完了 吃的比较慢 小红 小红估计是她吃的胎盘不饿 哎对了 小泽你去弄点葡萄糖水 就是只有水葡萄糖水就行 她有可能也是渴了 去吧 来喝吧 来喝吧 别弄洒了给放到这你喝吧 喝吧 果然也是渴了 嗯干啥了 喝吧喝吧喝吧 喝吧小红 还是不想喝吧 把这食物和水都放在这个外边 她什么时候想喝想吃的都可以让她随时吃 看她向来啊她没生小狗之前 吃水啊吃食物和喝水啊都不太顺 放这儿啊 放这儿啊 好的 想吃想喝了出来自己吃自己喝就行啊 好的 她喂食喂水都已完毕 其实在从这个母犬 日常管理到配种 到代胎到生产 生产完这一个月 以及小狗断奶后的饲养 这一系列环节都很关键 都不容出错 才能繁殖出优秀健康的幼犬 首先你这个母狗自身条件得可以 身体素质得好 那么身体素质就在于你日常的管理 喂的食物还有平时的锻炼 你喂的食物好营养到位 它这个母犬身体素质才好 然后它配种之后能够顺利的代胎 代胎之后营养更要到位 因为它肚子里面有小狗 你只有把它母犬身体素质 我母亲喂的好好的 然后它小狗在肚子里才能长得好好的 哎 你嫌什么小狗啊 一只 你一直嫌什么小狗啊 再者说到生产完毕 生产完毕 不是说它生产完毕 这个母犬就不用喂的太好了 其实这更是错误的 它生产越是生产完毕 这个母狗 它母亲越是要喂的好 因为它这个小狗在吃它母亲的母乳 你如果母亲母乳不行 那么小狗就会直接影响到小狗 让小狗体质差 瘦弱 这样后期很难调理 等到断奶之后很难调理 如果说你在这个吃奶的时候 让小狗都吃得饱饱的 吃饱喝足 营养到位 那么将来再断奶以后 你也会非常好饲养 所以说在这个时期下点功夫 要比它营养 等到它营养不良了 等到腐蚀的时候再下功夫 要省事得多 所以说这环节 一环扣一环 一接错 后面就麻烦 好的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大家拍到这 又希望视频的朋友可以持续关注 我是小跑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